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不是发达国家 昔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他们的房子也出过问题吗? 繁华的日本曾面临过什么问题? 一 泡沫下日本的经济繁荣 如果你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的日本 你可能会看到这么一个神奇的现象 一个日本人贷款买房 随后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继续贷款 然后拿贷款的钱继续买房 再抵押 再贷款 最后一跃成为大富豪 这怎么可能? 现实又不是游戏 这种明显的bug也会发生 而且他们看不出来 这种钱是有泡沫的 水分极大的吗? 但这的确是一个真实事件 在那时 一个叫做渡边的日本人 就是靠此八家的 渡边如今的资产接近七千亿元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大概就是三百五十亿 在此之前 他不过是停车场一个小小的包租工而已 而这么有钱 这么豪横的渡边 也不过是当时日本的一个缩影而已 如果站在1987年日本的街头 那么随处可见的 就是挥舞着万元大钞 做出租的商务男性 挥舞着钞票的日本人 那个时候 出租车的起步价就是一万日元 按照当时大概120比1的汇率来算 做一次出租车就得花八十多美元 估计美国人去日本人都不敢做出租车 你别嫌贵 出租车还挑客人呢 想做还不一定拉你 还得看跟司机师傅的演员 付钱都得靠巧 而这也只是东京一个极小的缩影 那时 满世界都是日本人 他们乘着飞机到处飞 买东西 逛商场 吃就吃最贵的 什么金箔冰淇淋 金箔三文鱼 把他们带入现在的大户沙特 就能想象到那是一种什么场面了 那时日本人有多有钱 从日本女性的身上 也可以反推一二 八十年代 东京的女生往往会交往四个男友 他们各有名字 上贡男 跑腿男 负账男和本命 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呢 第一个 上贡男 顾名思义 主要任务就是上贡 女生看到什么喜欢的就让他去买 第二个 跑腿男 就是指女生出门的时候 他负责开车接送 描绘跑腿男的漫画 第三个 负账男 女生在外面看到喜欢的东西 一个电话就会让他来负账 第四个本命 这是日语里的一个词语 意思是只有他才是女生喜欢的人 算是震惊的男友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 一个女生交往四个男友 这些男的也同意 这是因为是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都很有钱 在现代社会男女朋友关系 金钱是无法跨越的一道横钩 两个人人品差不多 一个人有钱 一个人没钱 大多数都会选有钱的 可如果所有人都有钱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互相竞争 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 大家条件差不多 都非常有钱 日本尤其是东京的女生就这么多 你不花钱还想交往 当然男生也不是真傻 他们也在期望用自己的行为和钱包换了女生的真心 从花钱的备胎上升到本命 这么看来 这也算是一种竞争上岗 用钱包换来的感情 这能长久吗 说了这么多有关日本经济繁荣的情况 但他经济繁荣的原因似乎还没有解释清楚 那么 日本猛然上涨的经济 房地产的泡沫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二 房地产泡沫能买下四个美国想要了解日本畸形繁荣 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还得从当时的世界形势开始说起 1970年 日本的丰田汽车在美国大获成功 以其为首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进入美国 直接把美国的制造业砸了个七零八落 无数美国人走上街头 狂砸日本车 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 他们是没活干的汽车工人 砸日本车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 美国人砸日本车 这带来的直观反应 就是美国贸易赤字大大增加 1984年 美国对日本赤字达到368亿美元 1985年就变成了496亿 一年时间就上涨了35% 可以说 那时候美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呢 比美国更完蛋 苏联1979年开始打阿富汗战争 打了10年 1986年又发生了 切尔诺贝里核电站泄漏 东欧经济失衡 人心浮动 比起美国 苏联的问题更大 两个老大自顾不暇 下面的小弟就吃得盆满钵满了 也正是在美苏两国焦头烂额的大背景下 日本开始发力了 尤其是1985年 美日英法德五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就踏上了快车道 广场协议 所谓广场协议 简单来讲 就是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的 因为美元汇率过高导致赤字太大 让四国帮忙的协议 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飞速升值 美元能够兑换成的日元越来越少 这造成的影响有两个 第一个 是日元升值 出口企业的利润就下降了 很好理解 虽然日元更值钱了 但外币不值钱了 换的日元少了 做外贸的可不就吃亏了吗 1986年一年 日本的出口企业就损失了8兆日元 以照技术的钱啊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问题越来越大 就放宽了企业融资 降低了贷款利率来帮助企业 第二个影响呢 是外来资本大量流入 也很容易理解 现在全世界汇率都在跌 钱越来越不值钱 肯定要找一个最保值的货币 左看看又看看 未来的亚洲金融中心 日本似乎不错 就你了 日本成为了许多外来资本的避风港 然后出现的现象 就是买地 外来资本买地 因为他们来日本 本来就是防止钱不值钱的 而日本又是一个 跟我国文化关联性很重 买什么都不如买土地的国家 因此外来资本为了防止钱贬值 大量购入土地 企业呢 也在买地 外来资本涌入时的地价攀升 他们亏的够多了 为了账目好看一点 就从银行贷款买地 坐等土地升值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影响因素 银行放低了贷款利率 势必就要降低存款利率 拉动内需 1986年 日营的活期利率降为了0.26% 跟没有一样 而相对的则是日本的房价逐渐走高 老百姓省吃俭用就那么点钱 银行利率下调钱变少 房价节节攀升越来越高 这买哪个还用想吗 于是 大量的民间资本也涌入了房地产市场 在多重影响之下 日本的土地价格越来越高 都已经不是节节攀升那么简单了 简直就是做火箭一样往上涨 1986年 东京地价涨了23.8% 1987年涨了65.3% 日本房价可怕的涨幅到了最后 日本的房价达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地步 总地价1842兆元 什么概念呢 那时的美国 总地价是403兆元 一个日本可以买下四个美国 几乎所有有点钱的日本人都去投资房地产了 房地产的风 甚至还影响到了别的行业从业者的思维 在龙珠中 悟空的敌人弗利沙登场时 他手下的小弟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弗利沙是宇宙帝王 征服了地球后会高价卖给其他种族 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 把地球换成房子 弗利沙换成房地产大亨 是不是就熟悉很多了 没错 就连文明世界的七龙珠故事都受过房地产思维的影响 宇宙中的帝王都要卖房子挣钱 看来房地产真的很挣钱 宇宙帝王也得靠卖房子挣钱 在那时的东京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如果天皇愿意把皇居贡献出来 我能去跟美国换一个加州 虽然天皇不会卖皇居 美国也不可能卖加州 但一块地和一个州对比 足以说明当时日本地价的高昂欲可怕了 三 巅峰之后 泡沫消散但再好看 再繁华的泡沫也只是一个漂亮的泡泡 终究会破底 沉迷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日本人 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并告诉了所有人 拖食项须 萧条产业 全部投入房地产是没有好下场的 日本泡沫破灭这么来看 日本的房地产很像是一个击鼓传花 每传一次 价格都会上涨直到涨到天花板 账无可涨 房价就会蹦的一声爆炸 然后所有人开始往回传 房价迅速下跌 这真是日本1989年时面临的问题 那时 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来到了顶峰 所有的经济指标状况空前 但实体液每年产出就这么多 以前在虚 吹的泡泡在大 实体液跟不上也白搭 是 实体液价格能翻十倍 三十倍 五十倍 甚至一百倍 可他不能翻两百倍 三百倍啊 投机者失去了欲望 日本的土地价格就开始飞速下跌 破碎的泡沫 而在1990年 日本管控金融的大藏省发布了 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 法律条文之后 房地产的走向就开始失控了 就像是一台在公路上 开到了180的跑车 你不减速一下子安刹车 跑车就会开始飘移 不受控制了 随着土地价格的下降 率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的股市 1990年 股市价格开始逐步下跌 1991年 土地价格也开始大幅下跌 1992年3月时 日本的日经平均股价不足2万点 比起1989年几乎少了一倍 而到了8月份时 日经股价更是跌到了只有14000点 日本股市几乎是在转瞬之间 还在欢呼雀跃的日本人就迎来了末日 企业和银行开始抛售地产 可谁会买赔钱货 只能不断下降价格回笼资金 这就形成了踩踏效应 于是价格循环往复 继续下跌 东京港区CBD附近有一片地 这块地在87年的价格是2.1兆元 等到了1997年时 这块地的价格变成了3723亿 仅有87年时的七分之一 这还是东京的地价 图文无关 更惨的 是那些把大量现金投入房地产中买房的普通人 1991年青山南谷京通附近的一个民宅 当时的价格是1.6亿元 等到了96年的时候 这座楼以730万元的价格被建卖出去 较之最高价格 足足跌了22倍 四 自杀率升高的平成废宅房地产的下跌 与许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尤其是那些贷款买房子的人 他们背上了高额的负债 手中的资产却非速缩水 有的日本家庭无力还款 只能让孩子辍学打工 妻子出去进行皮肉生意快速来钱负担债务 防止仅有的房子也被波及 图文无关 但更惨的日本人 却是在一个又一个倒闭 缩减的企业中被裁员 丢掉饭碗 身上还背着债务 他们去借高利贷 去赌博 下场已经注定 据统计 泡沫戳破之后 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 有每年的2万增长到了34000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